默恒模式里面的最后一个命令 是一个扩展命令 那么这个命令 也是今天上午同学一直关心的 怎么使用VRM同时打开多个文件 并且来期划文件 然后当时说我们说下午会看 那么今天下午的话 我们把这个新功能给他学一下 在今天上午讲打开文件的时候 提到了一个第四种方式 那么这个方式 它是同时打开多个文件 同时打开多个文件 那么这种方式 虽然说大家以后用的比较少 但是还是有必要去知道一下 怎么同时打开 然后怎么去期换 那么看这边 现在按照要求 我们说要期换文件 你得先去打开多个文件 你不打开的话 就怎么用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先准备几个文件 看一下我们这里面有哪些文件 一个是Installog 咱前面一直用的 还有我们刚才 今天上午宁存的 这个group是中午有同学过来问问题 我又复制过来的 还有一个合并.txt 还有password的 文件挺多的 随便找一个吧 vm 那进入这个顺序 我第一个呢 我先打开我们今天用的 就是PSS WD这个文件 然后第二个呢 我去打开谁呢 打开这个group吧 第三个呢 我去打开这个 Install吧 打开三个文件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同时打开多个文件 行 那么第一个打开的谁 这地方能看出来啊 password嘛 因为我们刚才那个顺序 是不是password在最前面呢 对 行 那这个呢 是一个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现在打开 你不管官方怎么移动 你会发现 它就在第一个文件里面 它就在第一个文件里面 你根本没有办法切换到 其他文件里面去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做 先不要着急啊 不要着急说 你说的 如果是预期的 你可能说的对的 如果没预期 你说的可能就不对了 那么这里面有这几个名量 第一个名量 你得先去查看一下 当前已经打开的文件 名称 你得先查看一下 查看之后 你就知道啊 当前VM已经打开哪些文件 那怎么查看呢 我们需要在 more行模式里面 输入这么一个名领 叫冒号files 然后按下回车 冒号files 来一起来试一下 冒号 单词不要拼错了啊 你要单词拼错了 那就无解了 f-a-l-e-s 走 到这个时候呢 给我列出了个东西啊 一二三 那么刚才是不是打开三个文件 第一个 passwd 第二个group 第三个installog 顺序没问题吧 没问题是吧 然后这个时候 他让我们按任意键 继续刚才的这个内容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打开的 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情况 先把它截个图 然后针对这个图呢 有一个要说的地方 就是一二三 三个文件 文件名 这个呢 是指我们当前 打开这个文件之后 光标停留的位置 就是函数嘛 哎 那问题来了啊 这个百分号a 是什么意思 啊 这个需要注意 就是这个百分号a 在百分号a 这个位置 会有两个字符 或者说两个东西 需要显示 啊 这地方说一下的啊 在百分号a的位置 会有两种显示的可能吧 那如果说非要加上这个白板的话 那是三种 加上白板就表示三种啊 那正常情况下会显示两个 但是白板们一般忽略不算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百分号a 百分号a呢 先得明白这个a是怎么意思 a呢 其实就等于A C T I V E Active Active叫活跃活动 啊 所以呢 这个百分号a 表示的含义就是 表示我们当前正在打开的文件 就是你已经开的那个窗口 那么举个例子啊 像这个 上面是不是有好几个标签呢 那如果说我们用百分号a 表示当前打开的 那我应该把这个百分号a给试一 是不是给他呀 因为当前是活跃的嘛 所以应该给他啊 这个呢 就是百分号a的含义 是指当前打开的那个标签 但是我们在命令行里面 看不出来哪个标签 看不出来标签 只知道啊 他文件名叫什么 那这个是百分号的含义 那么除了百分号a呢 还有其他含义 还有个呢 就是警号 还有个就是警号 警号呢 他没有对那单词啊 警号呢 就是表示我们上一个打开的文件 就是在当前文件的之前 你用了哪个文件 就会用警号表示 那么其他的就是百版 就是其他的文件呢 这个地方不会有什么显示的 也不是说明没打开 那如果这里面有数字 就表示已经打开过了 但是这个位置只会显示两个符号 要么百分号a 要么就警号 假设你有三个文件 那我现在打开的是第一个文件 它会显示百分号a在这个地方 那么假设我第二次又打开了 installog呢 那这个时候百分号a就跑哪去了 跑这来去了 但是警号就变成了 放这了 但这个文件显不显示呢 这个不显示 然后呢 假设我有从第三个文件 切换到第二个文件了 那么这个时候百分号a就跑到了 第二个文件去 那警号跑哪去了 第三个里面去了 第一个就没符号了 但是第一个文件已经打开了 所以这个需要注意啊 咱就两个符号 一个百分号a 一个警号 a表示活跃的 当前正在打开的 警号表示上一个打开的文件 肯定没有下一个打开的文件啊 下一个你还没打开 所以你也不知道哪一个下一个 这是这两个符号 那么警号呢 咱还没有见啊 待会儿呢 咱用了这个切换文件命令之后 你就知道警号在哪了 行 那么现在的话 查看已经打开的文件 方式呢 就是通过码号file这个命令啊 来查看啊 这是第一个命令 第二个命令呢 就是关心的啊 怎么去进行切换文件呢 怎么去切换文件 那么切换文件的方式 你首先得知道 你要打开哪个文件 打开或者说 切换文件的方式 那么第一种方式呢 A方式 A方式表示 就是说如果呢 我需要指定切换文件 它的一个名称的话 那么则可以呢 输入这么一个命令 冒号 冒号表什么模式 冒号模式吧 然后输入打开 open 打开哪个文件 你告诉他 比如说我要打开group ok了 按下回车 就行了 这个就表示打开group 来试一下啊 那么当前这个文件 再回头看一下 是不是 那个叫pastwd啊 是吧 行 那么按下open 然后grup 回车啊 看看有没有变化 来看看这 这是哪个文件 group 切换没有外皮码 没有问题之后 那这时候咱再来看一下 这个files A是不是跑下来了 跑下来说明 我当前打开的 是不是group 然后我们上一个文件 是不是passwd 所以情况是不是就有了 而且这两个行号都有了 说明这两个文件 都被打开了 但是第三个文件 由于是没有光标 所以它是零行 是零行 这个没有问题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成功的切换过来了 输入具体的一个文件名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文件名来替代了 就不一定是group了 你如果打开了别的文件 那可能就是别的单词 就看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 可以是任意的一个文件名 那这个地方我就换一下了 把它写成 已经打开的文件名 已经打开了文件名 然后呢 我们就进行切换了 这是切换的第一个方式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呢 继续切换 比如说 我要切换最后一个 那就是 冒号open install install 点log 那么在这里面呢 是不能用这个开报件补权的 一补就出问题了 只能是自己记住名的 或者呢 在刚才查出文件列表的时候呢 你复制一下 也是可以的 按下回车 对不对 对吧 行 然后呢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百分号 又下移了 警号变成了group 我们上个打开的文件 但是第一个呢 没有了 但第一个 被我们打开过 打开过了 因为它行号已经不是零了 说明它已经打开过了 行 那么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变化 这个呢是切换我们文件的 第一个方式 通过指定文件名的方式 来进行切换文件 第二个方式呢 第二个方式 可以通过其他命令 来切换上一个文件 来切换上一个文件 和下一个文件 通过其他命令 来切换上一个文件 和下一个文件 那比如说我现在呢 打开的是new 然后呢 我上一个文件 打开的是这个 那我现在想切换 我就可以通过命令来切换 那么上一个文件 不就是new1吗 下一个文件 不就是new7吗 可以来回的切换 来回的切换 这么一个命令 那怎么输呢 输入 然后呢 然后呢 那么当前的文件 是不是百分之二啊 百分之二有没有下一个文件 没有 因为我还没有往下继续打开 是不是 所以我只能先切换什么 切换上一个 那么上一个 按照我们之前解释的这个警号 是不是比较上一个 那如果说我输入上一个命令的时候 他应该理想状态下 是不是打开不入吧 对吧 行 那么按照这个命令来啊 命令来 那么B 上一个叫B P 注意看我按下回去之后的结果 没毛病吧 没毛病 好没毛病 再看一下我这个files 上一个文件是谁 是不是因此道点log 因为我们刚才就从因此道点log 切换过来的嘛 对吧 行 那我再切换回去 那是不是就下一个了 下一个叫 B N BN 是不是回来了 又回来了 这样呢 这样的话 这个来回切换就可以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两个单词怎么去记 B呢 我们可以这么来切 B叫B A C K BAC N呢 叫N E X D BAC NEXT 回到 下一个 然后 这个B 也叫BAC 然后 然后 这个P呢 我们叫 P R E V P R E V 但是这个 P R E V 不是全程啊 它是一个缩写 它是一个缩写 那么全程叫什么呢 去搜一下啊 P R E V 这里面都没有啊 预防 不是预防啊 全程 全程这里面 它居然没列出来啊 就看P R E V 什么意思吧 找一下 都没有 上一个 就是这个是吧 那就是它 就是这个单词 P R E V 的一个缩写 它表示 上一个 表示上一个 所以这地方呢 BP 就是回到 上一个 BN 回到 下一个 切换到上一个 切换到下一个 这个命令 记多了 其实单词也就记多了 那么 切换文件的方式呢 有两个 一个呢 就是Open 加文件名 另外呢 就是使用这个 BAC BN 和 BP 那有没有 再简单的命令呢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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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什么 切换呢 咱们键盘上 有两个神奇的键 这两个键是 切换不了的 就是可能说 有同学想到 我能不能用这个 Page Down和 Page Up来切换 咱们先说 这个命令是干嘛的呀 翻平的 翻平的 所以呢 切换不了 所以切换不了 所以不要想那么多了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你如果说 它居然能切换文件 那肯定和我们前面 就有重复了 所以它切换不了 那这几个命令的话 我们再用 一共是一个 两个三个 三个命令 两种方式 进行切换 一个是Open 另外一个呢 是B系列的这个命令 BN和BP 是B系列的这个命令 是B系列的这个命令 一下子之后 是B系列的这个命令 是B系列的这个命令